百隔周末午报 一种普通的交通意外竟然揭发车后箱暗藏着三名小女孩 7号凌晨大约2点 在亚罗斯达市区一辆汽车失控撞向停在路边的车子 可是车上两名外籍男子马上下车逃跑 留下三名女子在现场 不过当警方抵达现场调查的时候 赫然发现车后箱还藏着另外三名小女孩 目前还不知道是否与人口贩卖有关 警方已经将6名女性带回警察局查办 三名成年女性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同时也在追查两名外籍男子的下落 接下来是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命案 年仅6岁的女童出外扔垃圾的时候却一去不返 女童最后在住家附近的垃圾站被找到 但已经是冷冰冰的尸体 当地警方说女童的死因是被人用绳子勒死 身上还有多处的瘀伤 怀疑是遭人强奸不随勒死的 现在已经锁定一些嫌犯 早前大马举办我要摸狗活动引起了风波 但是在伊朗日后出门遛狗 甚至养在家里都可能是犯法的 或将面对最高74下的边刑 以及罚款大约1200到12000令吉 而根据伊朗改革派报章消息报指出 伊朗国会在保守派控制的情况下 已经有32名的议员联署 希望通过这项针对养狗的法案 伊朗国会有290名议员 保守派就占了195人 反对派和独立人士加起来只有95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